檢視器畫面拍下 外頭正下著雨 這是一名方姓學生正在停紅燈 當前方後製轉為綠燈時 後面一名機車騎士沒有減速 也沒有看到前方有人 就這樣直接撞上去 方姓學生當場被撞倒滾了好幾圈 更坐在地上有些驚魂未定 附近民眾見狀後也趕緊上前幫忙 警方調查 機車駕駛未持有合格駕照 經檢測雙方皆無酒精反應 詳細造勢原因尚待調查中 這起車禍案件就發生在四號晚上十點多 花蓮市公園路與三明街口 一名沒有機車駕照的男子車速很快 看到前方路口變成綠燈 絲毫沒有減速 又因天色昏暗視線不佳才會指控撞上 前方正準備起步左轉的電動機車 造成學生手腳多處擦錯傷 所見送醫後沒有大礙 不過肇事的機車駕駛沒有駕照 這下又撞傷人後續該有的罰則 還得一一算清楚 這下又撞傷人後續的電動機車 平均所為全球撞傷人後續的電動機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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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均所為全球撞傷人後續的電動機車